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社这个字 它的本意有房子的意思在里头 那住在房子里的是谁呢 当然就是家人咯 所以社也有指称家人的意思 那房屋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所以社的第三个意思 也有衡量空间单位的意义在里头 接着房子是用来做什么功能的呢 当然是住哦 所以社这个字当动词使用 有居住 那居住的时候就是停留的意思 所以社当动词 有居住也有停留的意思 接着我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延伸字意的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常常会取用它的相反意义 来跟它的自己合并 所以相对于居住与停留 那么社还有离开放弃的意义在里头 离开的是一个地方 那我们就叫做离开 那离开的是人 事与物 就叫做放弃 主动的交放器 被动的就是被除去 被除名 所以社也延伸出 有除去的意义在里头